第1个精选港股是汇雄5号 选选原因是汇雄即将公布 截至去年年底的全年业绩 而在经济复苏、带动信贷、减值回拨 以及手续费收入上升等因素 令公司去年全年随随前日利 有望按年上升超过一倍 沿上平均预测 汇雄全年每股派息会按年增长大约5.6 至0.235美元 折合大约3.2 虽然汇雄暂时未重返5厘以上的高息股行列 但汇雄除了本身业务有复苏动力 亦有望受惠美国联储局下月展开价格息周期 提升公司业务以至每股派息的增长动力 策略上投资者不妨以汇控今日开市买入第一柱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套到55元以下 不妨多两倍资金吸纳 年内先看70至72元之间 或作中长线收息用途 第二只精选港股是友邦1299 中国业务是友邦保险的增长动力 虽然内地出现零星疫情 但友邦中国业务维持增长 友邦中国业务继续为集团 继续为集团的新业务价值带来最大贡献 按相同基准计算 他们的新业务价值在2021年后9个月录得双位数字增长 友邦保险主要投资产品是债券和保障营产品 是定息收入工具 随着债息涨 友邦定息收入将会增加 提升债券的收益率和投资收益 过去10年的资料显示 债息涨上升 友邦股价大多数会上升 尤其是在加息周期当中 另外友邦保险主要持有美元资产 所以相对主要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内险股来说 更受惠于美息上升 策略上 友邦上升期收报88元 建议85元买入 目标价116元 紫蝕位78元 今日和大家跟进的美股是NVIDIA 在当前市况之下 选一些业绩有支持的价值股较为重要 NVIDIA是一只仍能考虑的价值认增长股 公司刚刚公布了最新业绩 近年第四季和全年计的收入都藏出新高 而且超卦市场预期 不过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 就打击了市场投资情绪 NVIDIA上星期四晚的股价并没有上升 反而下跌7% 短线先从技术走势来看 NVIDIA的股价如果出现下跌 1月24日的低位208.88美元 就不应该失手 总结来看 游戏业务可能因为经济重启增长继续放缓 但数据中心的需求应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 NVIDIA现在的市盈率是63倍 英特尔的市盈率只有9.8倍 两家公司有这么大的差距 主要原因是NVIDIA拥有超高增长 对于NVIDIA保持不错增长并不担心 只是忧虑估值的压力 所以如果失手208美元 就应该先来长官望 等到PE跌到50倍左右才再考虑